好了 为了让大家更明确看到对比 我准备了 左边就是10年前的我 右边就是10年后最近的我 所以我觉得只有用7天 但竟然有这样的效果 我是十分满意的 就是他们在短时间内 你用肉眼就可以看到的分别了 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是2019年10月29日 为什么突然讲日期 就是因为10月份就是我的生日月 我今年刚年满27岁 虽然在韩国已经28岁 通常我生日的前后 我都很喜欢看以前的东西 我昨天就在看Facebook 看以前的相片 然后看下我就见回10年前的我 就是2009年17岁的我 我发觉我的样子和现在 都真的分别很大 在看相片的同时 我有很多回忆都涌出了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10年前的样子 我是没有整容 也没有做任何的衣美 不知道在大家的眼中 会不会变成一个黑历史呢 好了 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我的10年前的样子了 好 那我就已经选了几张出来跟大家分享了 首先第一张就是这个 我的发型不是变很多 我继续都是有刘海 还有长头发的 这张也是 大家看到我平衣 也是这样要遮住面 因为如果面大的人 你这样揉耳朵 露面出来 你会觉得面很大 我从那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件事了 所以我就会这样遮住面 跟现在的我呢 不算是很大分别 是妆的问题 我记忆中 基本上好像通常只画眼线就会出街 我不太化其他 我是眼线和嘴 年轻的嘛 17岁 不用怎么化妆都好看的 好 下一张 下一张 你看我的屁音 完全很长 而且那时候是这样的 我分界是分得很厉害 基本上是这样 我现在还原一次 大概是这样 然后翘耳朵 然后这样 我觉得很像 我觉得皮肤很好 那时候不用怎么化妆的原因 是因为小时候 皮肤真的很好 很滑 没什么瑕疵 因为我以前是很重视眼线 这件事 我后来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比较重视底妆 现在的我呢 我都挺重视底妆和遮瑕 下一张这个 其实大家会看到 2009年的我呢 其实都是一样 平音 然后长头发 因为那时候还在读书 所以我是不可以染发的 对了 我学校非常严 也不可以碰发 所以我的头发一定是直的 就好像现在这样 虽然这张照片有点萌 但是 那时候皮肤真的非常不错 我好羡慕 曾经有这样的皮肤过 然后你看这个 我是没有毛孔的 我这么近拍到 年轻皮肤就是浩迪 唉 那10年前的我呢 就是这样的了 其实我觉得跟现在 都不是差很远 应该 是吧 我觉得10年前 年轻的时候就是 就算不太多化妆 不太多保养 你的皮肤看上去都会很漂亮 很光滑 是很幼暖的 无论是朋友 或者是我做YouTube之后的一些观众们 会一直都有问我的问题 就是我究竟怎么去保养我的皮肤呢 其实因为几年前 我曾经在一些 Skin Care 和香水的公司上过去 那时候就慢慢发觉 其实人的年纪越来越大 是真的需要好好保养自己的皮肤 好 说了这么久 其实就想跟大家介绍两个 我最近非常之爱用的精华 它们就是Dermasap的C5和C10 这两支都是主打唇维他命C 作为主要成分 Dermasap的精华究竟有什么优胜之处呢 就是它们在短时间之内 你用肉眼就可以看到分别了 因为它里面是含有唇维他命C 因为够唇 所以塗上皮肤之后 可以迅速地被皮肤吸收 因为大部分维他命C的产品 都是维他命C的衍生物 经过转发也要少时间 所以未必可以即时看到功效 那我就实测了7天 C5和C10我都用了7天 本身我臉其实都有点暗牙和毛孔粗大的问题 但是7天之后 你会看到我臉白了 而且毛孔真的收小了 整个臉看上去是比较透亮 我非常之喜欢这个效果 然后再仔细看眼的部分 用Dermasap之前 我眼睛其实比较浮肿 黑眼圈的问题也比较严重 而且也会有些眼纹的 但用了C5之后 你会看到眼睛的位置明显平了很多 黑眼圈是没有那么深的 是淡了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只用了7天 但竟然有这样的效果 我是十分之满意的 Dermasap因为有hyper whitening c配方 所以可以将唇维他命C滲透真皮层 由根本改善肌肤问题 所以效果就会比较明显了 好了 我想为了给大家更加明确地看到对比 我就准备了 左手边就是10年前的我 右边就是10年后最近的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分别呢 除了我的样子 是没有baby fat 就是大过了之外 我觉得我皮肤状态和10年前 不是真的撑得很远 大家可以仔细看我右边的照片 你会看到我皮肤充满光泽感 非常透亮而且很有弹性 并不会很暗沉 很干或者有泛黄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有保持着用适合我自己的护肤品 所以才可以保持到这个 尽量看下去是年轻的效果 基于我以前也在美妆的产业工作那段时间 所以我自己也会有点心得 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类型 不同品牌的护肤品 那我工作也有需要去留意 每一样的护肤品里面有什么成分 因而是这样 所以我对护肤品里面的成分 都慢慢有了认识 也都知道哪些成分是会特别对皮肤好 或者是有什么的成分是自己不适合用的 一职与累之下 之后自己用的护肤品 我都会特别注意里面有什么成分 而我近年来发现 其实摄取维他命 除了会对身体好之外 它也会是护肤品里面一个非常好的成分 所以平时我的饮食习惯 我都会摄取很大量的蔬菜 我本身除了喜欢吃肉之外 我都很喜欢吃菜 可以没有肉 但是不可以没有菜 虽然我觉得韩国的水果是有点贵 但是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甘骨類 所以橙、西柚、柠檬 这些维他命C爆棚的水果 我都比较常会吃多些 所以在不同的食物里面 吸取的维他命是很重要之外 其实维他命也是护肤品里面 其中一个很好的成分 维他命C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比如你感冒的时候 你吃维他命C的话 就可以帮你快点痊愈 或者是预防感冒的形成 另外可以刺激胶原胆压的形成 令你皮肤更紧致 有胆性的 我觉得护肤品不一定是 价钱越高 效果就越好 也好看你个人和护肤品合不合 但是价钱低的 其实相对地 就一定会有犧牲的地方 不过我自己个人的习惯 就是我会好看 产品的效果 和需要的使用量 就比如今次我介绍的Dermasap 因为其实他们的用量 真的不需要太多 但是他们的效果很显著 我用了一段时间 但其实他还有很多 所以其实他挺耐用的 因为他们的成分够纯 其实因为体内效果挺显著 所以我觉得某程度上 对皮肤来说 也是一个挺值得的投资 我觉得我自己也投资对的 因为 我觉得我现在皮肤的状况 都真的挺不错的 虽然一定不可能是 跟10年前一模一样的 因为始终搞了10年 但是我现在 皮肤看来都是很有彈性 不会说很多肝纹 毛孔或者暗沉的状态 其实都比较少出现 所以我觉得 适当地投资在皮肤 是很重要的 不知道大家通过镜头 看到现在的我和17岁的我 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或者是 不知道大家如果跟我同一个年代的话 大家的17岁会不会跟我一样有什么共鸣呢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给我给我听 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分享的话 帮我按赞我 记得followIG 就可以知道我多一点韩国的生活 记得今天留言和旁边的钟仔 不是做一个新视频 我们下一条影片 再见 多谢大家收看 Bye by bwd6